大家好,我是乐天 上一期我们说到 在利姆路的命令下 原初之子乌艾提马与帝国空战飞行兵团进行了对峙 使用核击魔法破灭之烟 将整个飞行兵团焚烧殆尽 还另一方面 听到红丸的指示之后 哥布塔与蓝牙使出了全力 河外唯一成为了人形巨狼 化为破灭的龙卷兰冲入敌方的阵营 开始了异常屠杀 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本期视频我们便讲讲原初之白的战斗 以及血染湖畔事件 那么我们便开始吧 随着魔国联邦的干部们使出全力 大量的坦克被破坏 空战飞行兵团也已经全部灭亡 到了这时战斗其实已经分出了胜负 魔国联邦士气大增 开始了最后的扫荡工作 不过这对帝国的军队来说 情况就非常的不妙了 撤退 不,不对 调转行进方向准备重整姿态 由于形势过于严峻 敌方的指挥官加斯塔中将 慌忙地做出了撤退的判断 只是现在才做这些已经太迟了 您该不会想就这么结束了吧 我之前可是传达过的 只要入侵就绝不留情 一个清凉的声音从战场中响起 加斯塔慌忙地转过头去 只见一名美少女缓步前进 纯白的长发 赤色的眼通 一副满是笑容的面孔 这个人正是原初之白 蔡斯塔罗莎 你,你是 难不成您已经把我忘了吗 真是位失礼的男士呢 仿佛就像看到一个令人头疼的小孩子一样 泰色的罗莎露出了慈母般的表情 不过加斯塔自然没有忘记这个人 且不说那副美丽的面孔令人着迷 光是从他身上所发出的诡异气息 就足以让他品尝到那绝不会忘记的恐惧感 情奇之下 加斯塔赶紧向布箱本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只是在片刻之后 依旧没有任何人做出回应 凭借着加斯塔的技能演奏者 他可以听到许多常人听不到的声音 例如说心脏的跳动声或者是血液流动的声音 只是 现在的他已经完全听不到布下面的心跳声 毫无疑问 周围的人都已经死了 看到加斯塔慌愣的表情 泰斯塔罗莎笑了 虽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但布下的各位都去休息了哟 他们大概是非常疲劳了吧 毕竟 所有人都好像再也站不起来了呢 你 你难道把我的布下都杀了吗 哎呀 我只是因为有点恶 就稍微享用了一点灵魂而已 你这恶魔给我去死吧 听到对方这么若无其事的回答 加斯塔的怒火压制住了他的恐惧 趁着这个势头 加斯塔放出了自己的最高奥义 死之送葬曲 那是朝着周围的空间散布杀人音波的技能 因为并非物理攻击 所以对恶魔这种精神生命体也有效果 只是 听到这首曲子的泰斯塔罗莎露出了陶醉的表情 仿佛在夸奖曲子的优美 看到这样的泰斯塔罗莎 加斯塔也明白 自己的攻击完全没有效果 陷入了绝望 说不定 他比那只正在大闹的人形魔狼还要上位 理解到了自己不可能战胜泰斯塔罗莎 加斯塔开始为自己无视警告 闯入魔国联邦而感到后悔 也正因如此 加斯塔拼命地大叫了起来 等等 我想和你做个交易 我在帝国的阶层很高 不仅精通军事作战 也掌握了许多秘密的情报 一定可以为你派上用场 所以至少抓了我的性命 虽然做出了这些丢人的举动 不过加斯塔的眼神并没有失去身材 因为就在刚刚 他那自傲的矮多捕捉到的一丝希望 那是数个接近此处的脚步声 从那几乎不发出声音的行走方式来看 来者毫无疑问就是帝国情报局的高手 虽然不知道具体的身份 但是有他们的协助 别说打赢泰斯塔罗莎 只是从这里逃脱的话还是没有问题的 因此 加斯塔开始用各种方式拖延时间 等待着对方的救援 片刻之后 三名士兵从天而讲站在了加斯塔的前方 你这气息是上位魔将吧 居然还瘦弱了 加斯塔大人身份待会再报吧 现在请先协助我们讨伐恶魔 站在最前方的士兵开口说道 加斯塔也连连点头 然后在下一个瞬间 还有魔物的毛编织 而成的圣银锁链 从三个方向飞出 封住了泰斯塔罗莎的行动 这是被称为帝国封杀阵的战斗方式 专门为了对付上位魔将而研究出来的阵型 帝国内袭的这套阵型的人也屈指可数 事实上 到来的这三个士兵 乃是帝国近卫骑士团所属的骑士 分别为序列11位的德伯斯 38位的巴鲁特 以及64位的戈顿 全员都达到了先人级 甚至序列号最前的那位 已经逼近圣人的强度 成功了 看到骑士们用三位一体的动作 封住了泰斯塔罗莎 加斯塔在内心发出了喝彩 打算协助他们继续攻击 来赢得战斗的胜利 然而在那之前 泰斯塔罗莎却露出了一副怀念的表情 这可真是让人怀念呀 各位就是以前曾经打倒我的人吧 什么 我很开心啊 因为那时被阻碍了 导致我没法尽情吃个饱 那时的怨恨我可从未忘记哦 这邪恶的气息 难道你是 看着那纯白的长发 以及血色红彤 三名骑士的领队 德伯斯陷入的回忆之中 那是发生在数十年前的事情了 那时候 帝国的贵族 想要将一个从属国的公主纳为其妾 从来控制这个从属国 在帝国内升官发财 而这 自然遭到了从属国国王的反对 于是 为了反抗帝国 这个临界美丽湖畔的从属国 向帝国掀起了反旗 嚷嚷着要自主独立 然而 人口不足一万的小国 要想战胜帝国是完全没有胜算的 于是 王下令要使用那被称为禁忌的恶魔召唤术 宫廷魔法师团立刻做出了回忆 最后召唤出了上尾魔将 而这个上尾魔将 就是元朱之白 向恶魔许愿是需要代价的 而元朱之白的要求 就是王国公主的肉体 王当然是拒绝了 但是宫廷魔术师长 见到恶魔的瞬间就精神崩快 答应了恶魔的请求 恶魔的脸上浮现出邪恶的笑容 平移在公主的肉体上 于是 悲剧发生了 整个小国都因为恶魔的暴走 而惨遭毁变 须民们的喧血 顺着道路流入了湖看之中 将美丽的湖水染成了红色 最后 在帝国的禁卫师团紧急出动下 才在元朱之白完成瘦肉之前 就将其封印了起来 中类流传的故事 还在这之中立下大功的队伍 便是现在站在这里的德伯斯小队 元朱之白吗 居然这么快就复活了 看到三人动摇的样子 泰斯阿罗沙保持着 被帝国封杀阵捕获的姿势 露出了无比邪恶的表情 真棒呢 那个表情 明明只会去一张声势而已 居然还觉得又能从我面前逃走 真是一群喜欢无用努力的男士们呢 闭嘴 元朱之白 你已经复活的确出乎了我们的预料 但你忘了吗 我们曾经一度把你封印 想夸要胜利的话 等赢了我们再说吧 德伯斯保持着冷静 虽然他知道上次能打倒元朱之白实属侥幸 但同时 他也有着不管战斗多少次都不会输的自信 下一个瞬间 三名士兵脖子上的项链开始发光 带到光芒消失 出现在原地的是身穿黄金铠甲的战士 为了不让战斗波及到自己的友军 德伯斯命令加斯塔先带着军队撤退 然后用力拉起手上的锁链 打算给泰斯塔罗莎致命一击 然而直到现在他才发现 锁链居然完全没有捆住东西的手感 而伴随着这个疑惑的 是一个清凉的仿佛能让人身心冻结的声音 你觉得我会允许你这么做吗 德伯斯飞快地转过头去 只见泰斯塔罗莎用手抓住了加斯塔的脖子 随后咔嚓一声门响 加斯塔瘫倒在了地上 不可能 德伯斯盲然弱势地嘀咕着 巴鲁特和哥顿的脸上也浮现出焦躁的表情 毕竟谁也没想到中将加斯塔居然在他们的眼前 被这么轻易地解决了 然而对他们来说 更加可怕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让各位觉得呢 因为这个男人好像想要逃走 所以我就稍微惩罚了他一下 对了 从刚才开始我就很不满了 我的名字叫泰斯塔罗莎 请不要再用原初之白来称呼我了 等等 你说名字 居然会有笨蛋给原初起名吗 德伯斯三人不由地发出了惊叹 一个原初的瘦肉就已经是一件大事 现在他连名字都拥有了 这种前所未有的事态 必须得立刻上座臂下才行 于是 德伯斯一声令下 跪在其后方的哥顿 立刻开始涌唱转移魔法 然而看到这部场景的泰斯塔罗莎笑了 有什么好笑的 巴鲁特大叫着持枪发起了突击 然而 以他的实力根本跟不上对方的动作 泰斯塔罗莎的身影瞬间便消失了 该死 跑哪里去了 这里哦 泰斯塔罗莎轻轻地在巴鲁特的矮边吹了一口气 伴随着那令人陶醉的芳香 巴鲁特感觉一只冰冷的手握住了自己的脖子 就在这时 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加斯塔被杀的样子 从内心深处涌起的恐惧让他颤递了 随后咔嚓一声 巴鲁特带着一副凄惨的表情倒在了地上 看到这一幕的德伯斯感到了混乱 慌忙地跳入魔法阵 然后下令回到帝国本部 然而 明明魔法阵已经完成转移魔法却没有发动 因为在那之前一个更加巨大的魔法发动了 那是泰斯塔罗莎从飞困船那边席的魔速扰乱放射 为什么你会这种技术 就算是原初也不可能拥有这种程度的力量 你到底进化到什么程度了 仿佛要掩饰自己的恐惧一般 德伯斯和戈顿大叫着 片刻之后他们都明白了 不 是被迫理解了 现在的泰斯塔罗莎究竟是什么存在 那是这个世界上诞生了新的恶魔宫 第二个奇异格利姆松 回答正确哦 得到名字的我已经进化成恶魔宫了 话说回来 上一次现实的时候我还没吃饱呢 你们竟敢妨碍我进餐 可是那时已经死了近万名无辜的民众啊 那些是属于企业中的东西 然后就在我准备享用主菜的时候 你们就跑出来打扰了哦 你居然 引发了万名群众死亡的惨剧 在始作俑者的眼中居然只是用餐而已 而且他还说没有吃饱 想到这里的德伯斯心中燃起了怒火 正一只眼燃尽的恐惧心 德伯斯高举着剑 为了从泰斯塔罗莎的束缚中逃离而挣扎了起来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与战场不符的可爱声音 从上空传来打断了他的行动 泰斯塔罗莎 你还没把敌人杀掉吗 太磨蹭的话 利姆罗大人会生气的 那就让人困扰了 一不小心就聊得太久了呢 声音的主人 是留着偏毛尾发型的少女 乌爱提马 即便是在德伯斯看来 这名少女身上的气息 毫无疑问是跟泰斯塔罗莎同级的 也就是说 这两位都是恶魔公 德伯斯心中刚刚燃起的正义之言 瞬间就被恐惧所突盖 即便独自一人能够解决上位魔将 但面对两个恶魔公的时候 德伯斯的内心也只有崩溃一途 现在的他已经领悟到 自己的终结已经尽在咫尺 那么虽然不舍 但还是要分别了 那边的小鬼好像知道其一 那你应该也知道这个吧 从泰斯塔罗莎的手中 浮现出一个拳头般大小的黑色火焰 然后被他轻易的捏碎了 这个魔法 正是其一成为魔王师使用的死之祝福 伴随着泰斯塔罗莎的地狱 他手中的火焰化为了 黑色的光芒照亮的四周 这种光芒拥有着 能够穿透几乎所有物质的特性 并且在穿透生物的时候 可以强制改写遗传因子的排列 从来将其杀死 能承受住这个魔法的 只有精神生命体 或是灵魂具备记忆能力的存在 不过这里除了两个魔宫 没有人达到了这种层次 于是在泰斯塔罗莎的精神控制下 半径500米的范围内 刮起了凶恶的死之暴风 包括最近受到照射的德伯斯和戈顿 以及众多驾驶的坦克的士兵 所有人都沐浴在这处光芒之下 毫无反抗之力的被杀死了 失去控制的坦克开始四处碰撞 片刻之后便停了下来 原本吵闹的战场 此时此刻已经归为了一片寂静 这一代好像已经没有生还者了呢 话说回来 泰斯塔罗莎的手法还真灵巧 是你的魔法夸张过头了 这些叫坦克和飞空船的玩具 如果不带毫发无损的食物回去 就没法调查相关的情报了 也是呢 其实那个玩具太脆弱了 它本来只讲破坏一艘的 没想到一下子全破坏了 不过最初坠落的那些 作为数据应该也足够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呢 从利摩洛大人那里得到名字后 我们变得比以前更强了 所以不更加小心些可不行哦 不外提吗 嗯 咱也反省了 不过 比起咱还是卡里拉更让人担心吧 那家伙可能都不知道手下留情这个词 还特别喜欢夸张的魔法 正因如此 才让他待在本部的吧 就是说利摩洛大人已经遇见到这个地步了 可真让我感到钦佩啊 原来如此 那么就能安心了呢 彭丸先生也小心过头了 说什么会有人能危害到利摩洛大人 所以我们要手下留情将他们逼出来 确实很麻烦 如果要获得胜利的话 一开始就让我们行动就可以了 这样也就没有那么多麻烦事了 关于这个 我想多半 是利摩洛大人想借机让科布塔君和加维鲁先生 他们有所成长 虽然利摩洛大人要帮他们进化很简单 但战斗经验就只能靠自己磨练的呢 是啊 大人的这种想法真是太美妙了 所以咋也能理解 物外提马和太子的罗莎一边收集着灵魂 一边进行了对话 虽然偶外出现了对利摩洛产生误会的话 但这里也没有人站出来进行纠错 就这样 这个战场上已经没有任何活着的人类 机甲军团的两大部队 魔岛坦克师团和空战飞行兵团被完全打败 整个战场由此转入对帝国军的殲灭战态势 只是 军团长卡里九里奥大将尚未知道战斗已经败备的事情 在这样的背景下 机甲军团的主力 机甲改造兵团 以魔国联邦的首都为目标 开始了行动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本视频的小伙伴还请三连一波 如果你的本系列视频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的收藏价里点击播放全部 下一期的话会讲讲迷宫观光站 点赞过4000便会有下一期 那么我们下一期再见啦 拜拜